腰有问题没有?腰有问题没有? 有,好,都没起立,都起立,所有的人都把身体这样扶着椅子背,来来来,扶着椅子背,扶着这样的椅子背,身体这么靠近,好,来看着我,你们可以过来扶着这个栏杆,可以来来来来,来来来,扶着,好,看着我,双手扶着椅子背,身体挑直,一动不动, 把你们的右腿向后抬起来,来看着我,第一个要求,膝关节绷直,第二个要求,身体不要动,挑直,然后做这个动作,预备,起,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九,十,好,做完50下,换腿, 换这条腿,来,预备起,一,二,膝关节绷直,就这个,抬起不要太高就行了,好,每天左边50下,100下,右边50下或100下,就是你们今天能碰见的,追击班突出,捧出,腰底滑脱,腰肌老损,腰部扭伤,几乎是练一个好一个, 来,再说的各位,你知道我在北京教完之后,那些老人家说,赵老师就您这小菜啊,我们已经揉到生活当中了,怎么揉到生活当中呢? 他说我们切菜的时候,洗衣服的时候, 还有一个人说,赵老师你知道,我买菜的时候,给我腰二斤大白菜, 来,就这个动作,是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,腰说完了,膝关节不好的有没有, 上楼疼,下楼疼,冰骨软化,冰骨老损的人太多了,好,我们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,来,双手插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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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然后两个脚朝前,膝关节一定要朝前,脚直的朝前,双手插腰,身高望下矮10个厘米,腿打弯,就别动了,就这样别动了,好,就这个姿势做得非常好,做得非常好, 好,今天我要求所有的人,将来以后看万家灯火的时候,千万别坐着看,一定怎么看呢,蹲着看,英国号召全国人民,看电视的时候,排队的时候,等公交车的时候,扎马步,就这么扎着去看,怎么样,十天半个月之后,就您上楼疼,下楼疼,冰骨软化,冰骨老损, 可以迅速的好起来,来各位年轻的男士,各位男士向我学习,我经常会这样的姿势,看足球,从头看到尾,他休息,我都不休息,两个小时以上,男人这么蹲,长肾气,肾气会非常好, 啊,那么大家去想,肾气究竟能起什么作用,来各位女同胞,这就是防止女性膝关节功能下降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, 如果发现你腿有问题,听我的,认真地做这个练习,你的膝关节一定优秀起来,好,请坐,请坐,请坐,经常在社区里头,你可以看到男同胞,女同胞,特别是女同胞,非常多,他们怎么走路呢,来看我,他们是这么走路, 好,大家一看笑了,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,这种腿叫螺圈腿,它的变形是怎么来的,我给你们讲一下道理,我希望今天所有的人记住,只要你听完懂我这个道理,就是你腿,你永远不会得螺圈腿,得螺圈腿怎么得的呢,来记住啊,这儿疼,这个地方疼, 结果你猜怎么样,一阵疼,所有的人却犯了一个错误,干嘛呢,救活,哎呦,腿疼,哎呦,哎呦,哎呦,好,就拿着这个劲,这个腿就弯了,腿非常有意思, 您就让他弯着,他就开始一定会弯着长,结果你猜怎么样,救活了半年,这条腿也没救活好,突然间这条腿又坏了,两个腿都开始救活, 救活,救活,就救活成这个样子,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,发现腿疼的时候,不是像你们想象的, 记住啊,发现你们腿疼的时候,一定要开始进行锻炼,而不是养,养不好的, 另外一个呢,我希望大家呢,从今天开始,记住一个观点,该爬楼的一定要去爬楼, 该跑步的一定要去跑步,该做膝关节锻炼的,你都必须得做, 而绝不是说腿坏了,省着用,省着用反而坏的更快,